來 哈囉 各位命運好好玩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又到了我們開運十分鐘 一點你就通的直播現場 哇很開心喔 終於又等到李星老師 又在我們線上跟大家見面了 對不對 來先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我把桌上的這些iPad給準備好 這樣就能夠隨時隨地喔 跟各位朋友知道你們的留言狀況 然後你們有問題可以隨時回答你們 OK 欸我剛看到斯婷來了欸 哇斯婷你很厲害喔 命運這裡的直播你也是排第一名對不對 OK非常非常好 沒有我覺得很好 好那我們看今天喔 今天我們一個直播整個直播的內容 其實我覺得李星老師想要換一種方式 像之前啊之前都大部分都是老師在講對不對 那李星老師希望今天我能夠多增加跟你們的互動 我想聽聽你們講 聽你們講什麼 欸等一下李星老師跟你們說 好那我想喔 今天我們的這個直播的主題叫做 歐廢式 逆新風 歐廢式 逆新風 其實剛開始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喔 李星老師把歐廢獨立起來 框起來 然後是 逆新風 我想了好久 我想了非常久 我就想歐廢 歐廢是什麼東西 歐廢 歐廢我各國的語言 我都想辦法融會貫通進來了 但是最後我終於知道 歐廢式就是歐廢式 我非常佩服命運的小便 好 好了齁 好來 那今天的話我們 所以我們今天的整個直播主題 我們會圍繞著在辦公室裡面 因為你知道人在工作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一些不順的情況 那這個不管是工作不順 人際不順 那或者是說跟這個 呃 長官老闆之間的關係不好 都有可能會發生 是不是 那這個發生的原因有很多種 當然其中有一種 喔 會跟你這個 你個人辦公桌 或者是辦公室的風水有關係 是不是 好 那所以呢 那李星老師希望今天 我們用一個多多互動的一個方式 我們來看 呃 如果說你在辦公室 你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遇到一個什麼樣子覺得很讓人心情非常 非常 非常就是覺得說 啊 我這個工作 我的努力都沒有被人看見一個情況 啊 你就講 你就講出來 那李星老師就依照各位的這個狀況呢 我們來分析 來判斷 欸 是不是你在辦公室的風水上面 出了上 出了一些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出了問題 能夠用什麼方式來解決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討論 那當然今天呢 這整個直播過程喔 如果說你們覺得欸 今天這個直播內容很特別 那對於大家也很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李星老師按讚 最重要的是要幫李星老師分享 而且重點重點重點 今天喔 只要有幫李星老師按分享的人 公開按分享的人 李星老師最後會準備 會抽出三位非常幸運的幸運兒 要贈送你們這個叫做八方昭貴的銅葫蘆 好 李星老師簡單三十秒介紹他的一個功能喔 銅葫蘆呢 這銅葫蘆裡面有一個太上軍咒 所以呢 銅葫蘆最基本一個最強的功能 他能夠畫上 畫什麼上 比方說欸 裡面的廚房 我口對口 冰箱口對這個 爐灶口 之類的 只要我們嘴巴常常講的一些形象 你都可以利用這個銅葫蘆來化解 掛上去就可以了 因為李星老師在贈送之前 李星老師自己會進行開封 進行儲繪 所以他有一個 畫煞的功能 第二個呢 各位朋友你們可以看到 他有八個角對不對 八個角相當於八方 八方這裡面呢 這裡面 注意喔這裡面其實他有十二生肖 所以他代表了八方十二生肖的貴人 都來幫助各位 幫助什麼 幫助我們賺錢 幫助我們在工作上 幫助我們在學業上 幫助我們在人際上 都能夠有所突破 所以這個非常難得 而且重點是 這是純手工的 這個是李星老師的這個團隊 我們想盡辦法 有沒有看這個 我們自己把它編上去的 所以外面絕對看不到 今天記得幫李星老師 按讚然後去分享 就有機會 能夠得到這個同葫蘆 好的 來我們來看看 來點名囉 我們看有誰來 來思婷 雅萍也來了 OK TING HER TING HER QUANG TING HER QUANG 你最近在李星老師的這個粉尊上面 OK 我看到你留了非常多的建議 非常好 OK 以後就要多多這樣子 好嗎 有任何問題你就要隨時提出來 對不對 非常好 會心午安 停文午安 OK 停文 對 停文你上次問我的問題 我還沒有回答你對不對 那今天沒關係 你的問題你一樣可以提出來 好 那李星老師如果看到的話 我會想盡辦法回答你好嗎 OK 思婷 非常多人 學妹也都上來了 OK 還有一個被千台 喔 哇 千台你的名字很特別 OK 老師很喜歡 記得幫李星老師多分享 好 然後小凱也上來了對不對 不是 不是小凱講錯了 小鳳 小鳳雅雅 OK 全部都上來了非常好 好 現在多幫你請老師分享 因為今天的這個內容 我覺得很輕鬆 但是很實用 大家以一個輕鬆的一個態度 我們去進行今天下午的直播 好嗎 好 那在進行之前 然後在上個星期天 一個全球的 是全球嗎 還是只有台灣 全球 全球嘛 一個全球的非常 一個非常重要的天文盛世 日環時對不對 各位有去看日環時嗎 有 有嗎 有 有去看日環時 小朋友去看日環時 老師是在那個什麼FB上面看到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在開車 有行程在開車 只是感覺天突然變暗了 那這個FB上面看到日環時 我原本很期待 可以看到真正所謂的這個日環時 當然天 那個一般的天文台 他都會有這個轉 有這個錄影可以回放 但是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一開始我要被騙了 有人是用什麼 用那個橡皮筋對不對 是 把他橡皮筋然後放在那個 黑色的那個 反正放在一個板子上 還放在桌面上 對就是說他拍到日環時 對 那個是 但是我一個大學同學 我看到哇賽 他手機這麼厲害 可以拍到日環時 然後後來我就看著覺得不對 這個日環時為什麼不遠 它有一個地方這樣突起來 最後我才發現那是一條橡皮筋 我是覺得聰明啦 很聰明啦 OK 好啦 來囉 好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對 那再講一下喔 因為其實在 關於這日環時的新聞 在一般的新聞都會說 下一次日環時要等到 195年之後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195年應該只是 就是相對 如果想要看到跟周日 上個星期天一模一樣 這麼清楚日環時 要等到195年之後啦 但是其實按照 我們整理出來的這個資料 其實再過54年 再過54年 對理性老師而言的話 其實再跟等 再等195年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知道嗎 好啦如果說有年輕的朋友 在看我們的直播的話 如果你是18歲的 如果你是20歲的 在54年之後 你還有機會 在馬祖可以看到日環時啦 記得 如果沒有刷到星期天的 你可以去那個馬祖去看 好 來 我看喔 好 我們看喔 司廷有說 司廷有說 司廷說 之前都會拿工作回家 但是也是要跟合作的同事 有一段時間處得真累 覺得現在預約自己工作的時間 會比較好管理喔 好 那所以那以司廷而言喔 我覺得司廷的這個狀況 我家裡很多人都會遇到 就是跟我跟同事之間的這個相處 會容易有問題 對不對 那這個容易跟這個相處有問題喔 其實如果說 我們以這個陽宅風水的角度來看的話 各位朋友 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說現在的你 你覺得 欸 我跟同事之間相處有問題 我很努力 我很試著想要跟同事融入在一塊 但是呢 就是總覺得 人家好像都不怎麼支持我 你要特別注意喔 你現在開始 如果你現在是在你的辦公桌上面 位置上的話 你看看你的左邊 再往你的右邊看 你看看你的左右兩邊的角度 這樣延伸出去 有沒有看到柱子 如果有看到柱子的話 那特別注意柱子的腳有沒有對著你 不管左邊還是右邊喔 如果說有柱子的腳剛好有對著你的話 那就代表說你已經犯了所謂的腳煞 那以腳煞而言的話 在左右兩邊喔 它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是我跟同事之間 跟同事之間 我實在溝通上面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那那那那那那 犯的腳煞該怎麼辦喔 那犯的腳煞其實 我們常說這種眼睛看到的形象 很簡單一個處理的解決 遮擋壁 所以呢你可以在你這個視線範圍之內 如果說你有柱子也好 書櫃也好 那基本上你把這個腳煞 你去給它稍微擋一下 稍微擋一下這個腳煞 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好 那我們來看喔 那當然啦 那除了 除了說這個四領想的問題之外喔 那老師有整理出來了五點 那這五點喔 其實這五點是大部分的上班族 大部分的上班族 在工作的人呢 最常遇到的一些問題 在辦公室裡面 好 那第一名呢 你們覺得 我覺得今天這個話題喔 我覺得今天這個話題 應該是老闆不要看 老闆不要聽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們要完全 今天這個時間 理事長老師跟各位的時間 我們要完全開放出來 把你們壓抑在心裡面 對老闆的不滿 對同事也可以 對同事的不滿 對不對 一次的抒發出來 因為很多時候我必須講吧 就是說我們個人很努力 但是因為可能因為空間 我們說這個風水的問題喔 導致我們努力沒有辦法得到回報 或者是說我去熱臉去貼別人的冷屁股 對不對 所以喔 好在今天開始的這個 真正我們講說排名之前喔 來 各位朋友 你們幫我做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們現在在辦公室的話 其實你們現在默默的 不要動作太大 默默的站起來 去看你的左邊 然後再看你的右邊 你有沒有看到有個人在看著你 如果說你發現 有一個人跟你同樣一樣 在看左邊 在看右邊 那他也就是在看我們的直播了 好嗎 好 所以喔 好的來 那我們進入喔 來 我看喔 雅雅有問一個問題 雅雅說 老師如果七色線自己打七個結可以嗎 其實不管是七色線還是五 應該是五色線啦 那五色線其實或者是七色線 你自己打結可以 但是自己打結就僅限於什麼 直接就是我自己祝福我自己啦 那雅老師建議的就是說 如果說你能找到五個性的人 去打這個結其實效果會最大的 好 來 那再來喔 那再來喔 然後聽話的時候最討厭就是看到洗手間辦公桌的位置 這個沒有錯啦 好 來 我們現在看喔 那李星老師排的這個第一名 第一名我跟你說 以前那今天這個話題我們第一個一定要先找的是誰 一定要找的是老闆 對不對 我相信大家對於老闆或者是主管 多多少少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不要說意見啦 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那其實有一些 我在老師遇到的這個眾多的這個客人裡面 常常會有客人跟老師抱怨 覺得我自己的這個主管還沒有guts 常常會就是說自己犯了錯了 或是說然後要嘛不承認 要嘛就是說咧 欸就是可能更上一層 比方說總經理要開始問責的時候 就把這個問題丟給我來承認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就會幫老闆背黑鍋 就會容易有這個情況 那幫老闆背黑鍋你還想要往上升嗎 這個機率真的很小啦 那幫老闆背黑鍋 那到底什麼樣子的一個情況會容易幫老闆背黑鍋 各位如果說你自己本身你覺得 我好像有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我抬頭看看 你的頭上有沒有糧經過 有沒有壓糧 第二個呢你要去想一下 你的頭頂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所謂的蜘蛛扇 欸什麼叫蜘蛛扇你知道嗎 現在有一些辦公室他們呢 很有創意他們想要做一些工業風 所以他們會喜歡把就是把這個天花全部拿掉 天花拿掉但是這個我們講說他們的鋼架還在嘛 就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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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個就是形成所謂的蜘蛛扇 那這個蜘蛛扇呢其實這樣子壓著你 它從上面壓著你 所以呢你想要有發展 想要有表現 通常都是你是被壓著 你沒辦法去表現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說你的這個表現呢 它會被你的長官刻意的去壓抑 甚至長官如果說欸遇到了什麼問題 他會把責任丟到你身上 這個你要多多去留意喔 好那如果說那我遇到了這個蜘蛛扇 那該怎麼辦 那我遇到蜘蛛扇 或是我頭上壓樑應該怎麼辦 好但第一個齁 我頭上如果壓樑的話 老師第一個建議的齁 就是說你們可以去找一個 呃類似像金字塔形狀的 類似像金字塔形狀的一個監物喔 或者說欸很多這個節目上面 都會想一些水晶柱嘛 反正只要是尖的物品喔 或者是說有個頂天的一個形狀 或者是文昌塔之類的喔 只要是尖的東西 不限任何喔 不限什麼樣子的材質 都可以有效的幫助化解這個 所謂的這個壓樑 還有蜘蛛扇的問題 同樣的呢 老師剛剛有說過這個齁 八方照會的糖果爐它可以化煞 所以如果說各位朋友你的辦公室 你的上方剛好有出現了這個所謂的壓樑 有出現了這個所謂的這個蜘蛛扇的話 你們也可以用這個銅葫蘆喔 就八方照會的銅葫蘆 你們呢去擺在 比如說綁在天花榜上面 怪怪的啦 因為只有你頭上有這個 只有你同時你看就知道你在做什麼了 對不對喔 那所以呢 除了綁在上面之外 你也可以直接放在 掛在什麼 掛在你的電腦桌上面 掛在你的電腦旁邊 這樣就可以有效程度的 就可以有效程度去化解我們的所謂的壓樑 化解所謂的這個蜘蛛煞的一個問題喔 好OK 來 Gina說老師很幽默喔 謝謝 謝謝 我的幽默還沒有開始展現 好嗎 OK 好然後亞萍說 哇工業風變成蜘蛛 對啊工業風變蜘蛛了 但是我必須說喔 工業風它不是不能用 只是工業風它適合在什麼樣的場所 適合在流動流動率大 就是說我人來人往的場所 比方說餐廳 比方說如果說我的這個門市 電腦的門市 我是屬於開放式的 我在地下街 客人那個來來往往來來往往 就是說我在裡面的人 不會長期待太久 這種情況 我用工業風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你是說 如果像是保險業 保險業就是 欸不對保險業是用跑來跑去 我一般的這個公司 一般人必須要在電腦桌前面做很久的話 那頭底就不太適合用工業風了 好 那畢竟用工業風的話 它也象徵了一個什麼 就是因為蜘蛛煞嘛 所以我個人 我想要有所表現 想要有所突破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就容易撈多少貨 我沒有辦法伸展 就會容易有這個情況 好 來我們來看齁 來雅萍說 雅萍說黑鍋可以飛少一點 那看著說雅萍好像常常在飛黑鍋 對不對 雅萍是不是 好沒關係 你不用回答老師 好啦 OK 那所以這是第一名 第一名 好 那在第二名的是什麼 第二名我相信很多人心裡面 絕對都會這樣想 那其實 其實 老師要講的這第二名 其實本來應該是排在第四 但老師提前把它挪到第二 為什麼 因為我相信大家絕對心裡面 都跟我百分之九十人 有一樣的想法 這個想法叫做什麼 老闆太腦殘 老闆太腦殘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說 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有些老闆可能是新手 或是有些老闆呢 他可能就是實際的管理的經驗 就不是這麼多 那所以就是說 在做一些決策的時候呢 就是以各位的經驗 就覺得說 我就應該要執行A方案 但是你的主管 老闆偏偏就說 不行要走B方案 結果的確是做錯了 但是這個做錯了之後呢 那個後果 絕對不是老闆 老闆怎麼可能要說 對不起 是我的錯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很多人心裡面 就會覺得說 我的主管很腦殘 我的老闆太腦殘了 當然老師必須說啦 以老闆腦殘 我覺得有兩個定義 第一個呢 就是老闆真的腦殘 老闆真的腦殘是什麼定義呢 就是說他不是針對性的 他對每個人都很腦殘 那這個時候解決的方法 非常簡單 老師勸你不要浪費時間了 馬上換工作 另外找工作 因為這種 你做再多的風水改善 都沒有用 你改變不了老闆的性格 但是我必須要客觀 我必須要客觀 不能因為我討厭老闆 所以就認為他是真的腦殘 但是第二種呢 第二種就是老闆是針對性的腦殘 針對性腦殘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其實老闆呢 他 我這樣看上去 其實他對管理 他很有自己的依靠 然後呢 對其他的同事呢 也都非常非常的 就是說在管理上面 也非常有自己的方法 但是就唯獨好像針對我 他會找我的麻煩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這個時候我老師建議 第一個 你要先注意一下 自己的生肖 跟老闆的生肖 是不是對沖 是不是相克 那如果說是對沖和相克的話 那老師建議就是說 你真的要在這個辦公室上面 你要做一些化解啦 那這個化解的方式 老師建議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桌子 就如果說你跟老闆相處之間的關係 比較緊張 覺得就是你做任何的提案 老闆都不接受 或是老是給你退退退 要你再回去想的話 你可以嘗試在你的辦公桌的左前方 你放一盞長明燈 這長明燈是什麼概念 長明燈就是基本上只要暖色的燈 暖色的燈都可以 你可以去不管是說去大賣場 或者是說你去五金行 哪怕是你去購物網站 你去找一個長明燈 你放在左前方 那左前方那個方向 如果你還能挑到有五種顏色 五種顏色的那種類似像五行的那種燈的話 你放在左前方24小時亮著 不要怕 不要怕浪費電 因為老師必須說 這個電也不是你家的電對不對 這個是公司的電 但是這個你連續點了 連續點了30天之後 其實對於你和老闆之間的 這個溝通上的問題 會有很大的一個改善 知道嗎 好 那所以這個是針對老闆的部分 老闆的部分 好啦 那我們繼續再往下看 好那接下來呢 那就是我們很多人會遇到的 就是有很多一個小人的問題 那其實小人有很多 我們同事有可能是小人 然後呢 我們的供應商 我們的客戶也有可能是小人 那當然 剛剛跟老闆之間的這個狀況呢 也有可能被定義為小人 那小人出現的一個情況是怎麼樣 就如果說你覺得你在做很多事情 都是卡卡的 總是會很多人跟你有持反對的意見 那你就要注意你在背後 你在這個背後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辦公室 李星老師常看到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呢 辦公室的人員做的時候是背靠背 背靠背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欸 我今天我這樣做 另外一邊的人呢 跟我這樣做 那或者是說呢 其實我就跟我的背後就剛好是走到 那其實這個就是相當於什麼 其實我們常在講的背後沒有靠 那其實以風水而言我背後相當於是一個靠山 那相當於是一個小人的情況 如果我背後一直呈現一個空 一直呈現一個流動的情況 那要注意喔 你不僅得不到長官的關愛喔 你還會容易犯小人喔 喔 那這個犯小人要怎麼解決 其實老師提供各位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方式 我們這個椅背對不對 來李星老師這樣換一下 這樣看得到椅背吧 好 來 可以齁 來 椅背齁 椅背的話呢 各位你們找一塊土黃色的布 或者是土黃色的外套 你把它綁在椅背上面 為什麼要找土黃色 因為土黃色它像真的就是土啊 土就是石頭嘛 那石頭我綁在上面的話代表後面有靠 這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說有很多女性的朋友 她們會喜歡在後背放一個靠墊 或者是靠枕對不對 那你們再去選靠墊跟靠枕的時候呢 你們選這個靠枕上面有這個大山的一個圖案 大山或者是大石頭的圖案 你把它放在後背這裡靠 其實它也是變相的在跟你說 你後背多了一個山 當然這個你說這是真的能夠百分之百解決 我們所謂的背後懸空 或是背後這個沒有靠的一個問題嗎 其實它不無小譜啦 因為很多時候我礙於這個辦公室空間的關係 我真的沒有辦法在後面加個書櫃 或者是說我真的沒有辦法就是 後面還有一個真的實際的一個OA在 那這個時候這會是一個權宜之際 各位朋友可以參考看看好嗎 OK 好那我們再來看齁 來我們來看剛剛介紹了三個了 介紹了三個了對不對 好那再我們來看第四個齁 第四個其實也是回到跟我們同事之間 其實我相信特別是業務工作相關的人齁 其實有很多非常非常棒的一個業務人才 特別是比方說保險業 常常會需要再帶一個新人嘛 或者說很多時候呢我們在公司裡面 我們進行一些項目的運行的時候 我們需要團隊合作 那團隊合作既然是團隊合作 就會有所謂的神隊友 那也會有所謂的豬隊友 那我相信大家聽到豬隊友呢 就是又愛又恨 愛是什麼 因為畢竟是自己團隊的人嘛對不對 你總不能就是說不幫著他 因為他成功我們就成功 他好我們就好嘛對不對 那恨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明明這個項目可以提前完成 但是就是因為豬隊友的關係 我們的項目常常會延遲 會容易有這個情況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在工作上面遇到這個情況 你可以特別注意一下齁 你在辦公室的 這個牆面上跟柱子上 你們有沒有發生所謂的蜈蚣煞 這蜈蚣煞是什麼的定義喔 其實像李星老師在去過很多的辦公室 我看到一個情況很特別 Wi-Fi 有很多公司會喜歡把Wi-Fi 掛在這個柱子上面 那Wi-Fi它就有線 它會走這個線對不對 那這個線它又裸露在外面 這樣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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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裸露在外面 那這樣子 這樣子就已經形成了所謂的這個蜈蚣煞 那其實蜈蚣煞它會影響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會影響人跟人之間的效率 特別對於個人而言的話 你會容易因為你的豬隊友 OK 你豬隊友的這個幫忙 導致說你的整體的這個項目 被它給拖累 會容易有這個情況 好那再來就是說 那還有什麼情況 會容易碰到豬隊友咧 就是我們正在講這個桌子 很基本的一個概念 我左邊是龍殿 右邊是虎殿 對不對 那以這個左右而言的話 我都希望我的龍殿我要高我要食 那各位朋友你們可以看看 因為在辦工作的左右兩邊 我們都喜歡放東西 不管是放書也好 文件也好 或是其他的東西也好 你的左邊是不是 是不是比右邊來的低 如果你的左邊比右邊低的話 你就會容易在工作上面 遇到豬隊友 導致就是說 你的整個工作的效率大大的被降低 就會容易有這個情況 那這樣子的話呢 老師就會建議 第一個就是你至少在 我這個龍殿的這個部分 辦公桌左邊的部分 我把我的書桌 我的書櫃我把它移來左邊 那再來就是說 那以這個無共煞的部分呢 老師就建議你們趕緊 跟公司溝通一下 你把這個WiFi的線 要嘛你就把它蓋起來隱藏起來 要嘛就是把這個線 管線 我把它塗成跟牆壁一樣的顏色 塗成跟一樣的顏色 其實這樣對於無共煞 它會有很大重度的一個降低 好 那所以今天齁 這四樣 這四樣 各位朋友 你們中了幾樣 嗯 好 那詩萍說 碰到豬隊友 碰到豬隊友 更累 雅萍說 心有起結言 對啊 這真的是 好 那老師這裡再多講一點 好就是說 因為齁就是到了下半年 到了下半年 其實每個人在工作上面 多少都會遇到一些 呃 比較辛苦的一個情況 那常常就是 可能會 會有人會覺得說 唉我很努力 但是我一直沒有辦法得到 升職的機會 一直沒有辦法得到 升遷的機會 好 那這時候老師 老師建議你喔 第一個你要注意你的前方 你的正前方 是不是有柱子 好 你要注意到有沒有柱子 好 那如果沒有柱子的話 你也要注意你的頭頂上 是不是有壓樑 好 那如果有這些的話 如果可以最好 就我們就把它避開換位置 那如果時代沒有辦法動 老師建議你 你把你的電腦桌面 喔 你把你的電腦桌面 你換成一個 呃 一種情境喔 它是比較開闊 或者是說 類似像 飛機起飛這樣子 往上飛 跑到往上的一種 一種情境 喔 對於 喔 對於你的這未來在升遷 對於你未來在 我們在加薪的這個運 我們想說 狀態上面會有很大程度的幫忙 喔 OK 所以今天李星老師喔 就是列出了五點 這五點 我們大概就是 聊一聊 就是說欸 我們在辦公室 辦公室的這個 呃 氛圍這個環境裡面 常常會遇到一個狀況 那如果各位朋友 你們有遇到的話 喔 那不妨就可以按照 李星老師建議的方式 因為李星老師建議的方式 其實都很簡單 也很生活喔 我們自己就可以做了 好嗎 那非常開心喔 大家今天我們一起在這個 看一十分鐘 一點點就通 我們在線上這樣聊天 那也希望 喔 大家就是都能平平安安 健康平安順心如意 然後 祝福各位 都順順利利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